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则止住了自己的长河道运 他不想伤及红旗 尽管在他的困沙阵里 就算是红旗来了 他一样有机会干掉这两个人 但是红旗毕竟是个忠厚长者 至于红旗就祭鼎的原因 莫无忌也能猜到一二 他是告诉过红旗神王世界即将修复 但红旗显然心有疑虑 一旦神界不能修复 他干掉了纪鼎 对整个神域来说也是损失了一大战力 莫无忌对红旗手下留情 纪鼎第一时间有所感受 他迅速后盾 想要赶紧退出去 只是他刚刚一动 莫无忌的困沙阵空间规则 就急剧一变 下一刻 纪鼎神王再次被困其中 这损沙阵并不牢固 仅仅是莫无忌临时用虚空阵纹布置的而已 纪鼎神王面色苍白 他并没有强行攻击这损沙阵 他担心自己若强攻 会彻底激怒莫无忌 到时候 恐怕就算是红旗求情 也无法拦住莫无忌杀他的决心 莫无忌的确没有动手 只是平静地看着红旗说 红旗神王 这次我看在你面子上 放着人一马 但是没有下一次了 多谢莫道友 红旗神王赶紧对莫无忌一抱拳 然后他拉了拉机顶 两人退出了莫无忌敞开的捆沙阵 莫无忌冷冷地看着机顶 他并不担心机顶会继续动手 如果红旗任凭机顶对他动手 无动于衷 那就等于他看错了人 等这次神界规则修复之后 他的修为再进一步 那机顶对他将再无任何的威胁 机顶神王感觉到 如果莫无忌不借助捆沙神阵 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他终究没胆子继续动手 红旗在对莫无忌感谢几句后 拿着机顶便迅速退走 于真娜发现 连自己老爹都不是莫无忌的对手 此刻哪里还敢逗留啊 赶紧跟着急速退了出去 规则裂缝中的轰鸣之声越来越强 射出来的神经块也是越来越大 莫无忌看着无数争夺神经块的修饰有些皱眉 他在想着应该如何利用天地炉收集气韵 他虽然从昆运口中获知了造化宝物可以收集气韵 但是他并不会用啊 难道等神界开始修复的时候 他把天地炉一放 气韵就来了 正在莫无忌犹豫不定的时候 他看见了背着一口大锅的昆运 昆运同一时间也看见了莫无忌 身形一闪便落在了莫无忌身旁 然后目瞪口呆盯着莫无忌背后的大海腕 过了好一会儿他这才哈哈笑出声来 无忌老弟 当年罗须圣人大白道艳 艳情各方豪杰之事 请得咋一表演 也没你这么搞笑啊 哈哈哈哈 昆运实在是忍不住了 再次彭复大笑起来 他背着一口锅想收集神界器语 莫无忌就有样学样背了口碗来 自己这口锅可是混沌出分之时的滔铁锅 这可是宇宙独一无二的宝物 莫无忌知道昆运在笑什么 他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昆运并不能看出来 他这个海碗其实就是天地炉 昆运老哥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锅子到时候怎么收集神界器语呢 莫无忌笑隐隐地说 昆运止住了笑 随手拿出了一枚玉剪 刻画了一些东西丢给了莫无忌 给你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说无忌老弟啊 你为什么不能听老哥一句 把精力放在修炼和收集神灵脉上 我将我的气韵碗放在那里收集气韵 我自己不也可以去修炼和收集神灵气吗 昆运一愣 你说的也是 昆运老哥 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 你刚才说的罗须圣人又是谁啊 昆运摇摇头脸色有些难看 他并没有回答莫无忌的话 莫无忌一拍昆运的肩膀 老兄 你是不是被罗须那老小子欺负了 看起来你像个委屈的小娘啊 别担心 将来带兄弟我去帮你找回场子来 看见了那个罗须啥的 兄弟拎着他的耳朵 让他向你请求宽兽 突然轰的一声 莫无忌话音未落 一道只有婴儿胳膊粗细的黑色雷狐 顿时轰了下来 谁捅粗的雷狐都无法奈何莫无忌 这道只有胳膊粗细的雷狐 却把莫无忌直接轰飞 骨骼寸裂 不关我的事 昆运尖叫一声 身形一闪 消失得无影无踪 莫无忌大吃一惊 他想也没想 直接用被层层裹住的天地炉 挡住了自己的身形 似乎感受不到莫无忌的气息 那若有若无的恐怖气息 终于消散在了虚空之中 莫无忌收起了天地炉 他看着无尽的虚空 面色有些难看 好厉害 如果他不是圣体 刚才就是因为那句开玩笑的话 被直接击杀了 这罗虚也不知适合来历 居然恐怖之私 莫无忌不认为 是因为罗虚听到了他的话 这才对他惩罚 若真是如此 他恐怕早就小命不保 很有可能 因为罗虚此人 在神界曾留下了属于他的规则气息 所以听到自己骂他 这才无意中激发了那种规则气息 对他进行雷击 昆运连看都不敢看 直接顿走 可见这罗虚在昆运眼中有多么的强 莫无忌可是知道昆运的嚣张的 能让这样一个嚣张的家伙 连头都不敢回的顿走 这罗虚恐怕已经不是强大这么简单了 莫无忌默默拿出了昆运给他的预检 预检介绍的非常清楚 需要布置一个收集气云的大阵 至于收集气云大阵如何布置 昆运也在预检中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虽说昆运说这个大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布置 只要把收集气云的宝物放入大阵之中就行 莫无忌还是选择了地点 他选择的地方就是对着吴叶林 这片吴叶林经常有混沌灵眼被发现 在莫无忌看来 这片吴叶林肯定和开天裂缝有关系 八级神阵莫无忌是无法布置出来的 但存放天地炉的天地气云大阵并不存在强弱 当神界重新修复之时 天地气云无穷无尽 哪怕你布置的气云大阵再强 你的造化宝物也无法无止境地吸收天地气云 莫无忌可以布置七级神阵 这种关系到他将来前途的事情 他自然不会取巧 他布置了七级气云神阵 又在外头布置了七级护阵 还有七级困杀阵 规则裂缝仍旧在不断射出各种各样的 蕴含着混沌神灵气气息的神经 莫无忌没有去抢 他在自己的护阵里面拿出了天罡变 等神界规则开始修复 无穷神灵脉被射出来的时候 可以想象那种场景会有多么的血腥 作为一个修士 面对可以攀爬到更高层次的诱惑时 没有人会害怕 绝对会疯一般的冲上去抢夺 莫无忌虽不具一般的神王 但一旦遇见神王中气以上的强者 他仍旧会落于下风 天罡变可是顶级宝物 如果他能在神界修复之前 感悟其中一二 实力定然会再上一层楼 天罡变只是一块黑色树皮 当初莫无忌将这树皮收起来的时候 并没有仔细查看 此刻他再次拿出树皮了 立刻就感受到了一种浩瀚磅礴的无上气势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